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需要靠日常控制才能稳定的疾病。 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,最怕的就是血糖控制不佳而出现并发症,而有医生透露出,患者在睡觉的时候,如果经常换这个姿势,血糖就能稳定,想要高都难,内分面科医生透露,睡觉换一个姿势,血糖想高都很难。 对于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,仰卧姿势可以帮助降低脑血栓的发生,可以有效降低其他心脑疾病,从而让血糖更稳定,仰卧睡还可以让患有颈椎病的患者血液循环通畅,由于有些患者会经常侧卧睡觉,而经常侧卧睡会导致鼻侧的上肢血液循环不畅,从而出现麻木,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颈椎病的加重。 因此,患有颈椎病的糖尿病患者,可以看用仰卧睡的姿势,可以帮助保持颈部的生理弧度,让血液循环通畅,有效患者颈椎病。 另外,患者经常仰卧睡了可以让睡眠质量提高,由于人在睡觉的时候需要多次翻身,而仰卧姿势可以让身体自然的放松,这样在睡觉的时候就有益于调整睡姿,让睡眠的质量提高。 这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无疑是有利的。 同时,患者要注意在平时不能赖床,一旦赖床,就容易因为廉食用料的时间,这样就容易让血糖上升。 一般在凌晨4点到早上9点的时候,由于人身体内的生长激素,在义吉皮至春等升糖激素会升高,所以是血糖最容易升高的时候,所以就需要及时服用降糖药,让血糖稳定。 而如果在9点前没有按时起床服用,就会让早上的血上升,这样一整天的血糖也会跟着上升。 另外,有些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,如果没有及时起床吃饭,就会因为前一晚使用的药物要效沉在而引发低血糖发生。 所以,糖尿病患者睡觉要科学,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睡觉,按时睡觉,按时起床,不熬夜保持足够的睡眠,才能让血糖稳定。 温馨提示,可能有很多患者对于睡觉这一方面,并没有特别的重视,有些也因为工作的需要而熬夜通宵,殊不知这才是血糖不能稳定的原因。 那患者在使用药物的同时,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也要注意不让自己熬夜,按时睡觉,保持良好的睡觉姿势,这样才能让自己身心都得到休息,这样才能让血糖被完全控制,不让血糖起伏不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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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